现在成为Merly的形象 今天Babdata 遥远之地的居民 已经到来 和她的孩子们相见 这些住在各个国家 在这个实体各个国家住着的孩子们相见 Babdata 看见你们这些住在不同国家的 而住在这同一个 之地的居民 无论民中的每一位来自哪里 你们最原始的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所以你们是否记得你的永恒之地 你记得吗 你很爱那里 你很爱那里对吗 不知道是哪一种五种形象呢 哪里有五种形象呢 你知道他们的 对吗 巴马的五种形象 也在被摩摩 因此 巴巴巴达达达在你们所有孩子们中间 在看你们的五种形象 首先 首先 你的一点光的永恒之地 你是否记得你的这个形象 你没有忘记 你没有忘记它 对吗 第二个形象 你作为神人的原始形象 你是否已经到达了你的神人形象呢 第三个形象 你在周期的中间 值得被膜拜的形象 你记得吗 你们都是值得被膜拜的 还是说只有巴勒特的居民是值得被膜拜的呢 你们被膜拜的吗 Kumars请开口说 你师父是值得被膜拜的 因此第三种形象 就是你值得被膜拜的形象 第四种形象 你在慧和时代的Brahma形象 Brahma形象 最后是你的天使形象 所以你是否记得你的所有五种形象呢 你是否能够用一秒钟的时间 体验你的所有五种形象呢 1,2,3,4,5 你可以至少去数 1,2,3,4,5 你可以这样数 对吗 阿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每天从阿弥陀的信号都能有所收获 我们生命中的很多收获 因此而来 我也发现对我很有包注 爸爸总在提醒我们 要有非常轻微的关注 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我感觉到每一天 都有一些新的东西 当你听到一些新的东西 你就开始反思 因为你想要在练习之前先理解它 因为你必须先理解所有的事 所以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的理解就变得越深 有来越清晰 而这些理解会更加激励我们去 练习和练习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只要想到 每天记着它很多次 然后就练习了 你的体验就会留在你自己 慢慢地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满足感 所以我会要求自己更加地专注 进入到更深的理解 爸爸到底在向我们解释什么 他想让我们做什么 因为爸爸是主人 他是我们的老师 对吗 他是一个无限的老师 有这么长的时间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 我们都变得很行为导向 但作为一个工具 我在心之中 就是要保持在这样的 用于家者的状态 爸爸是我的大老板 不管我在做什么 都不是因为其他人告诉我做什么 而是因为爸爸在告诉我做什么 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在做饭 我们也会进饭 那我在跟谁一起做饭 我在为自己做饭 要有这样的体验 瑜伽不是说 我必须坐下来做个静坐 那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问自己 我是谁的工具 谁在让我做这些行为 这个开关要打开 这个开关就是你的意识 这个意识就是 爸爸是我们的老师 他正在教我们 正在引导我们 所以当你做任何行为的时候 要有很多的思念 我必须要说 如果你感受到回家 就像昨天我们说 爸爸提到了结束异果的状态 卡玛提的状态 有的时候我可能忘记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有一些新的因果出现 所以我们 爸爸说到了 卡玛提的结束 所有的因果的状态 我要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状态 你们都有很多的录音 要经常可以去 没事 你在行动的时候也可以 或者休息的时候打开它 我必须说 我们也收到了来自 马都班的光体信号 它对我们非常的有益 非常的简单 因为每天我们都告诉大家 从Bernley当中 如果要抽取很多的信号 里面内容真的很多 而在Aviak信号 每天我们都有一个 很专注的主题 每天你睡觉之前 可以想着爸爸给你的信号 而晚上我们的梦里面 就都会是 在一起 我很确信地知道 我甚至可以说 作为大家的代表 真的从Aviak信号中 收获了很多 有些灵魂想要多做些练习 有些想要简单点 但我想说的是 你一定要尝试去更深地理解它 然后去做练习 Om 上帝 任何一个来到爸爸这里的孩子 带着这样的眼光 巴不达达是否看到了每个孩子呢 我永远的 失散已久的孩子们 我最爱的孩子们 是人家庭的孩子 所以跟随父亲 你的头衔是 提升他人的这一位 你是那些提升 你是那些提升他人的 甚至是 对那些诋毁你的人 你都拥有人识 我是否有这样的意识 就是要提升其他人呢 那能够提升其他人 首先就是提升自己 你能理解吗 它很简单 对吗 在七月的这个月 阿弥陀佛达地欢迎你 终于提升他人的感觉 应对那些诋毁你的人 拥有人识 带着内在的力量 来自祖先灵魂们的分享 《光题Murley改编》 始于1969年 海的主题 就是充满其身他人的感觉 并对那些诋毁你的人 拥有人识 在七月这个月 在七月这个月 有很多美好的来自于妈妈的Murley 所以在六月份 我们经历了这些 还有Murley的基地的解读 极很明显 所以今天开始 我们就从七月一号开始 都会有一个 每天都有一个 阿弥陀佛达地欢 从4th of july 到7th of july so we will let you know more details about it soon for now let's hear the homework for tomorrow have pure motives and positive feelings for every soul Bab Dada cooperates with you children in every task and he he in every one he always has a good feeling and do those 诋毁你的人 拥有自仁慈 对每个人 都拥有 沉洁的动机 和积极的想法 Bab Dada 在明相任务上 都在和你们孩子们合作 他会持续这样做 直到最后 爸爸不会不喜欢任何人 只是对那些 诋毁他的人 他也总是 有激情的想法 因此 跟随这位父亲的教导 要持续不断地 对每个灵魂 保持纯洁的 动机和积极的感觉 与其想着 为什么某个人 做了某件事 多想想 你能如何使 每个灵魂受益 然后你将会被称为 对每个人 都有积极想法的世界 捐赠着灵魂 我说七月份 将要开始这个主题 当年妈妈离开身体 那弟弟就开始帮助 伯母爸爸管理行政的事物 他是非常有爱的一名 而同时也希望 我们每一个都非常地精准 特别是 对于我们说的每一个文字 我们说的每一个语言 他经常会纠正我们 我们经常说 这个词不在Brahmin的词典里 Brahmin有自己的词典 你不能去使用很多词语 比如说疯狂 生气 当有些人说 这个太疯狂了 我就会说不 你还有 很多很疯狂的 用Brahmin的语言 可以描述的词语 所以弟弟 对我们的用词精准 要求非常高 而有时很多人 就会很怕他 因为你担心 你说了什么不对的词 所以有时候 他会问某一位 说 谁在做这个连接呢 然后这位姐妹说 我不记得了 那只是甘露之后的四个小时 她在某种程度上说 非常地聪明 她知道这个真实 如果我们已经参加了甘露 我们到底是在跟谁连接呢 因为那时候 一个姐妹说 我不记得了 因为她就知道了 早上她没有去做甘露 然后她会说 如果你能去爸爸屋 你就一定要去 就像Daddy Janky 每天早晨 她会把自己的身体提起来 我用这个词 把她的身体提起来的意思 就是因为她的身体 有很多的疼痛 但是呢 因为她有如此强大的 服务的意识和基础 她会把自己的身体 拎起来提起来去赞露 有很多很多对爸爸的爱 每次爸爸说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还有些什么没做 包括对自己的努力 还有服务 所以在七月 我们的练习是 要对每个人都拥有 纯洁的动机 积极的想法 崇高的想法和崇高的感觉 你知道当我们看着一个人 他的个性 他们都不一样 有些事情 我总是发现 其实它都是基于过去 而同时也是基于你在扮演的角色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或导演师教授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你要跟导演沟通 你要跟其他的演员配合 当中有很多的senskas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个性 有时候你可能会想着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做呢 其实那就是关于他的角色 我自己也发现 我自己也发现 我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有不同的责任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会跟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的时候有所不同了 所以我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思考和行为 旁边的人就会因此 受到一些振波和影响 我们不要老想着 别人做的事 是这个不对还是那个不对 你要立刻理解 这是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我也经常会想 我要为自己做什么 怎么能够通过我的行为 来帮助到其他人 我只是看到说 这个灵魂需要更多力 或者责任 不用去唤醒这个人 意识到自己的缺点 因为如果这样做 我让他更下降 我与他人合作的方式 就是爸爸和其他孩子们 合作的方式 所以我在和他们合作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保持潜秘的 我都会说的 说话的时候 非常的温和 我会说的更少 这是我们行为中的美德 在对每一个人 说话的时候 我都在用这些美德 你要用灵魂去看 什么才是更好的方式 你知道 有的时候 如果你说别人的缺点 有时候他们能接受 有时候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爸爸说 要用合作的态度 因为爸爸他会经历身体的转世 但是我在 Brahma Baba 是这样看到了很多年 他总是在帮助他人提升 之后在 Dadi Guzara 作为工具的时候 我看法 如何保持神性的品质呢 即使我们是在人类身体里的生活 就像妈妈那样 我可以说 他们 有他们自己的旅程 但比如像Brahma Baba 这样的灵魂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他的旧的Senskaz 他的旧的习惯 因为是神在通过他的身体做事情 有一次我们跟Dadi Guzara说 其实爸爸 通常在你的身体里 但我们来看你的时候 其实Dadi Guzara说 你们来见我 其实你们来见爸爸的 所以通过Dadi Guzara 给予大家爸爸的Dadi Guzara 要爸爸给这些Dadi 而我们孩子们都能感受了 同样的 我们每一位 我们对每个人的合作 我也会称之为 提升他人的感觉 给予别人 让其他灵魂受益 就像每个人都在 非常紧凑的生活 那我们会 非常的平静 对每个人都很有耐心 我们同样能够完成每一件事情 但你不需要这么紧感慢感 也没有担心 英文里面的担心和 紧感慢感和咖喱的发音很像 然后Dadi正在开个玩笑 说我要不要说Hurry Worry Curry 所以每一个人类 每一个灵魂 在这个戏剧当中 都有不同的角色 要扮演 你有你的专业 你有家庭 所有的一切都会对这个人 有一些影响 那现在我们是神性的孩子 神的孩子 所以我总是会跟爸爸说 爸爸 爸爸 然后爸爸是如此的 又恐怖 如此的仁慈 我们就像爸爸一样 总是去玩 你有足够的食物吗 你感觉怎么样 当我在学院的时候 我是被这样对待的 所以当我对待其他人的时候 我也总是给其他人 像爸爸一样的合作和爱 我要变得跟爸爸一样 因为这是我的天性 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 然后提升他人 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很忙碌 那你经过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简单说一句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即使最后你不需要真的帮助他们 但当你说这句的时候 每个人就会感觉到 有你的能量 你的震波 否则的话 每个人都感觉是很 单独在作战 在做事 所以提升 其实就意味着 合作 分享你的感觉 让其他人 也能收到 所以让我们聆听 爸爸在说什么 要对每个人都拥有 纯洁的动机和积极的感觉 积极的想法 我也会说是 我会说是对每个人都有 从高的想法和感觉 在每一项任务上 爸爸在每一项任务上都在和你们孩子们合作 他会持续这样做直到最后 爸爸不会不喜欢任何人 即使对那些诋毁他的人 他也总是有积极的想法 罗马爸爸当年就是这样的 因此 跟随这位父亲的教导 你要持续不断地 对每个灵魂 保持纯洁的动机 积极的感觉 你去想着 为什么每个人会做了某件事 多想想 能如何使每个灵魂都受益 然后你将会被称为 对每个人都有积极想法的 世界捐赠者灵魂 所以当你变得更崇高 因为你自己的感觉很好 你在任何时候都会感觉很好 你看着每一个人 在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 Om Shanti 谢谢弟弟 非常美妙地分享 美妙的主题 接下来 我们可以打开摄像头 介绍弟弟的主题 充满提升他人的感觉 并对那些诋毁你的人 拥有仁慈 对每个灵魂都拥有纯洁的动机 和积极的想法 Bab Dada Bab Dada Cooperates with you children in every task Bab Dada 在每一项任务上 都在和你们孩子们合作 他会持续这样做 直到最后 Baba doesn't dislike anyone Baba 不会不喜欢任何人 He always has positive thoughts for even those who defame him 即使对那些诋毁他的人 他也总是 有积极的想法 因此跟随 这位父亲的教导 你要持续不断地 对每个灵魂 保持纯洁的动机 和积极的感觉 与其想着 为什么某个人 做了某件事 去想想 你能如何使 每一个灵魂受益 然后你将会被称为 对每个人 都有积极想法的 世界捐赠者灵魂 每个灵魂受益 而永远 而永远 永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